欢迎收看今天的异想年代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要带您探访的是 印度这个文明古国 它的建筑 艺术 历史 文化之美 今天我们的客座主持人 就请到了台湾打击乐团的代表 朱宗庆打击乐团 创办人朱宗庆老师 还有首席吴佩晶老师 两位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为什么请到朱宗庆打击乐团 来当我们的这个客座主持人 带我们一起进入印度之美 主要就是因为 朱宗庆打击乐团创立25周年 巡回演出的第25国家 刚好是在印度 不过不说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朱宗庆打击乐团这次到印度 是台湾跟印度 正式有表演团体到印度交流 而且印度的第二大英语报 还以很大的篇幅 来介绍你们这一次的历龄表演 我觉得真正是一个 很棒很棒的文化交流 所以你们这次去印度感觉如何 很巧的我们25周年 是到第25个国家 那么去之前我们明明知道 印度是无名故国 但是交流很少 所以去之前很期待很兴奋 但是也有份很大的焦虑 所以之前我们对剧场的了解 对局部的安排 有很多的想法 还好我们去演出的时候 那么我们驻印度代表 王代表他上台讲的一句话 他说要跟大家说别的 台湾除了科技跟电脑以外 表演艺术是很强的 我跟观众的热泪怀应 当地的电子媒体跟平面媒体 有非常多的参照 家庭如潮 那我们一个是感触很多 那么也觉得印度的观众 我们会谈到水準 那么彼此的交流 其实是非常贴切的一些 我们过滤的 过滤的 所以老师你这次到印度 你有发现印度上在音乐 是非常有活力 非常有热情 对不对 印度的音乐在我看来 以前都了解出来 它是非常细腻的 不管从它的体质 从弦音机或者过滤 它非常细腻 所以细腻是小的手指 小的音符 小的位置 小的音色的变化 香香香然后丰富 所以佩晶老师呢 所以你这次到印度参访完 表演完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所有的船员 对印度的这一趟旅行 都还蛮期待的 那从一上飞机呢 就觉得整个感觉都很不一样 因为在飞机上就看到 很多乘客 他们甚至还戴着帽子 那可能是他们一种 宗教的一些传统 然后在飞机上 也很多人在看着他们的经文 所以会感觉到 好像那种宗教的氛围很浓厚 然后到了印度以后 我们的演出会觉得 就像老师所说的 观众的水准真的很高 然后也非常的热情 那当然比如说我们到第一站 心得里 一开始观众对我们 还不是那么了解 可是曲子一手一手接下去以后 就发觉他们越来反应越 越要怎么说 非常热烈 对 所以感觉其实是蛮好的 所以你虽然是不同的文化 但是透过音乐 大家还是可以彼此的了解 彼此的欣赏 我们常常讲说 音乐是无国界的 这个不是口号 实际上是这样 连我们本来的担心 到现场以后的发现 大家是这么容易就结合在一起 这么容易就交朋友 所以这个交流是很有趣的 把他们的特色 把我们的想法 很快地聚在一起 所以我想将来有机会 我们会两边多点交流 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有想到 这个是东西拿军园团 这一次去竟然是台湾店印度 第一次正式的 这样一个表演团体的交流 我们一小年代 也记录这个特别的镜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台湾音乐界打齐之王 朱宗庆打齐乐团 成军25年造访了 第二十个国家 是艺术音乐舞蹈 都自成一格 鲜少与外界交流的文化鼓国 印度 过去行遍世界各大城市音乐厅 但踏上印度首都新德里 演奏清堂 这一步 朱宗庆走了一年多 华老师恭喜恭喜 台湾音乐界之光 第一次开箱 又开发了一个新的国家 来到印度 从外面走进来 看到海报 跟看到这个海报 心里有很多的感触 激动 激动 那种跳动 就是这样的一个演出 就在真的就在新德里 就要展开了 开始我们不了解 我们就列了一个表 我们希望多大的舞台 多宽多长 什么样的设备 那么后来 我们找到一个场景 找完以后 也准备要来了 后来 我们代表说 非常简身 看完以后 他发现说 应该可以找到更好的 所以今天我们 再严一点点时间 也就是说之前那个 尺寸合格 但是标准水准合格 所以他们想说 这个台湾 那这个是新德里面 最好的一个 一个演出 设备上来 最好 对 那我觉得很不错 里面包括音响 味道好 味道少了一点 还不错 身为诸多姓打击乐团 创办人 同时也是北义大校长 周恩庆这一次的旅程 不只是要把台湾打击音乐 展现印度舞台 更重要的是 做台湾印度文化交流的 开路先锋 首都来讲 表演场地 其实很难想象 现在设备 这次最好来到 这个Tamani Auditorium 它只有632个 是 不过我从彩排到演出 倒是还蛮不错的 音响啊 位置视线 还有这长 这个位置少点 但是它很温馨的啦 不过它在一个 专业的表演场地来讲 应该是足够的 虽然说是小 但是巧 对对对 至少就是能够 完整地呈现我们 台湾的心跳声音 你现在已经可以 就已经听到了 他们正在彩排练 对对对 其实这一次 我们正在那个场地上 几些两天来 密集的排练 先克服了一些 硬体上的这个困难之关 其实在软体上面 也相当地用心安排 是我想我们到 世界各地也住 包括台湾也一样 我们演出之前 都有做了一些 事前的作业 包括它 要去台访 参访当地民情 对对 包括我们 节目之前 我们刚设计 设计这个场地里面的 音响也好 射线也好 正式观舞台配合也好 这里我们都会先做沟通 做搭配 再次节目的安排的问题 主要其实是又要抓紧 印度民众听众的心 又要把这个台湾的心跳声 带过来 对对 在曲目上下配鼓声 好那我们在曲目安排上 除了我们打电的特色 台湾的特色 以及加上印度里面的 一些熟悉的声音 来跟大家分享 可以听到了吗 里面已经开始 响起音乐了 我们就来听听 台湾的心跳声音 要抓住印度观众的耳朵 之后请在曲目编排上 特地把印度著名电影音乐 包括平民百万富翁 改编串联集结 让印度民众融入大自然的世界 印度是一个电影大众 他们拍了太多电影了 很多人对他们讲印度人就喜欢看电影 所以我们把这个电影弄在一起的时候 让他们知道这个声音他们就熟悉了 但是用打电影出来 会发现说原来可以这样做 刚开始从台上看下去 以为观众很少 而且感觉好像表面部表情都比较严肃这样子 有点紧张可是不害怕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等到第一首演完的时候 我们就稍微安心了 抽取的时候 他们非常热情 而且我们安口两首以后 我觉得他们还在咪着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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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 对 可是我们已经要结束了 第一次 但这只第一次 这就是非常有美好的演唱片 所以你会在第二次 或是第一次 是吗 哦 非常棒的 它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印度人在这种类似的 这种类似的 这种类似的 这种类似的很好的演唱片 第一次 然后也来到几乎的 然后也来到几乎的 然后是中文和中文和中文和中文 非常棒 非常棒的 非常感兴趣的 这场演出 《猪团》端出了综合曲目 如果说电影音乐是入门款 而其中的经典 就包括中国味十足的罗骨庆 《猪团》端出了综合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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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一天很多这种东西 所以我就把传统用在舞台上 他们也觉得很特别 台湾的民间素材太多了 从我们的生活 从历史背景 或者从宗教信仰 爱都可以取材的 所以我们就在使用这种剧场里面 就非常的兴奋 然后他用了扇子 因为其实扇子是还蛮代表不中方的 对 特别是红色的扇 所以我们从美红买的这个大红扇 然后他们就是代表太阳红色的 有之感 这个也是从美红特别定制的 那当然这个一开始出来 也是代表那个火红的太阳 然后后来我的角色呢 就转换成那一个摄日的 对 没错 所以在演奏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对抗啊 对 那 猪团首次出征印度 南北两场演出 征服上千月迷 舞台上表演时的活力与笑容 更让印度观众印象深刻 八天七的印度之行 虽然艰辛 而猪团这一支微笑音乐大军 这次成功的把音乐世界版图 推进南亚印度 这个千年文化古国 真的非常精彩 刚看到的画面 也是我们印象年代 独家的随行记录 记录这个台印交流文化的一刻 我们不只是要把这个印度的氛围 从刚刚的影片中 我们还要衍生到棚内 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这次棚内也打造了 非常非常多 具有印度风情的饰品 包含这个鼓啊 是 是 这个鼓 不是它吧 不过蛮像 类似有一个大一个小皮面 那木框的东西 那么我觉得TAPLA在13世纪 开始被 被 开始广望使用 TAPLA是印度相当叫 具有代表性的打击乐这样子吗 它是打击乐 不过它用在室内用在管轩院 用在他们宫廷里面上 被用到的东西 那么因为我是去打击乐器的 对它的打击乐这块 就特别的感兴趣 有感觉 以前就觉得他们了不起 觉得它很棒 这一次我们去以后 就深深被吸引住了 我就觉得 我觉得很大的企图 想把它这样的东西 带到台湾来 应用在以后 我们演奏的曲目 跟演出场所来讲 所以我们从下半年 就会请印度人 印度的TAPLA专家 到台来 来教一些 喜欢TAPLA的人 那么希望以后 能够真正的把它学会 融在我们的曲目里面 老师有提过TAPLA 事实上是表现 非常细腻的打击乐 光是一种皮革的声音 就可能会分成 好几种方式来表现 对 就是像它的音色方面的学习 它有点像我们中古鲁骨精 就是它在练习 学习的时候 会用嘴巴来讲出不同的声音 来代表它上面的 比如说 它就是各种不同的一个技巧 那其实在多年前 朱老师 他曾经邀请过 Robert Tripol 一个美国的打击乐演奏家 那他也来台北艺术大学 传授他演奏TAPLA的技巧 那这一次我们团圆 大家就是看到 那个做TAPLA的师傅 他现场做给我们看 然后他都很有兴趣 我们总够带回来的五组TAPLA 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号称是 世界最难学的乐器之一TAPLA 在印度也有千年历史 号称乐器之王 我们来听听TAPLA的音乐特色 被称作为印度打击乐器之王的TAPLA TAPLA 高音鼓称为Tahina 低音叫Baya 唱头着黑色米片叫Gab 可以变化出多种音色 印度音乐 印度音乐节奏堪称世界最复杂 很多节奏的音感来自于动物 比如四四四四十六拍的组合TAPLA 像马骑声 加上变奏 就像是火车进展 这位TAPLA鼓手来头不小 从八岁开始演奏二十多年 已经是大学教授 珠坛成员立刻就地讨教 超级手法与秘诀 她们的TAPLA 她的手指皱够多 她的声音出现的音色呢 就特别厚实 特别好听 所以你可以看她们两个的手非常香 她的手啊 你可以看这个都是厚简 因为她要这样子推这个 所以非常非常的硬 然后另外是她的右手 这个地方也都是硬的 非常像石头一样 她们印度的这个TAPLA鼓的学习啊 都是用口传心授的方式 没有教科 所以像我们现在在说这个音色 DADA 她就是手 右手是打这个高音的鼓 然后左手要这样子打那个大的鼓 因为节奏起源于泛语TAL 节奏叫做TALA 而TAPLA演奏之中 可以有数十个到数百个TALA 分12区域来调音的TAPLA鼓音色上 也变化无穷 甚至是声音的功能 但你不能模仿 你知道 如果一声就像这个 这个音色 你能够做到电影 但你不能模仿 这个音色 这个音色 更像一个音色 流传八百多年的老乐器 音色上听起来一点也不老 还能比拟电音 恐怕这也是许多TAPLA古大师 是周琪医生探索着奥妙的原因吧 这样TAPLA真的很精彩 我们在下半年会请她到台湾来 来跟喜欢TAPLA的朋友一起分享 那么走出去 再进来一直是我们的想法 所以在她下半年来之前 我们从明天开始 这个打劫团也举办了一个 台湾国际打劫节 可以把世界十个国家的 各式各样现代的剧场的 典型的 或是传统的 在台北做十场演出 也就看到全世界打劫器 发展的缩影 明天开始就在全台湾隔壁有八个县市 做这个事情 真的很棒的讯息耶 精彩客机 那我们在广告休息回来 我们还要来看的是 这印度号称是七大气质之一的 太极马哈琳 我们要欣赏她的建筑文化之美 持续锁定一场年代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对不对 太极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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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想见的都给他 是幸福 非常福福 把心愿留给他 是奢华的幸福 奇美LED立体色域 发现七百二十度 新奢华幸福 奇美LED 每个肯定都是幸福的力量 奇美谢谢您 极烈风影Power 启动微震动输压科技 顺畅花弧更温和 微震动科技 可有效减低对肌肤的摩擦 温和肌肤如入无刀之境 极烈风影Power 买极烈风影Power 入主奥迪TT 快上官网 大金变频空调 日本唯一 冷煤压缩机变频空调 一条龙设计生产 六大核心 领先技术 专业专精 用大金 生大金 一号一号大金 今年暑假 Let's go 最大的英雄 回来了 功夫熊猫2 5月273D立体呈现 妈妈的辅助最温柔 这种感受现在来自 邦宝市特级绵柔 绵柔般材质 和专为新生宝宝设计的 蜂蜂网面 给宝宝肌肤 甘爽的温柔呵护 邦老师特级绵柔 老公啊 今天星期三 该运动咯 早就准备好了 在等你了 独运动 才耐得住年纪的折磨 Lanew Bears 大魔力机能鞋 健走鞋 健康上市 加价299元 排送全套快速排汗山 室内空气比室外脏 甚至高达100倍 3M静呼吸 独家专利静电滤镜技术 能过滤99.9%的过敏源 3M静呼吸空气清净机 世界级滤镜专家 3M 喂 爸爸 你在哪里 我在你心里啊 那你在哪里 我也在你心里啊 现在远传大手签小手方案 只要带门号到远传 大手可任选对象 网内热线免费 小手月租费 原价180元 现在只要超低月付30元 另外还有超夯手机专案 0元起 9元传大手签小手方案 让我们更没有距离 作为一个功夫实力派 哪有什么差不多 差不多成功 感觉就像没做到 清洁去蟹 也不能觉得马马虎虎 是实力派 用了你就知道 海伦新度斯去蟹实力派 专门对付老人的头皮屑 去蟹实力摆在你眼前 去蟹实力派 海伦先度斯 大金变频空调 日本唯一 冷媒压缩机变频空调 一条龙设计生产 六大核心 领先技术 专业专精 用代金 生代金 平衡一枫代金 开花 开花就能结果 其实不然 有时只因一夜风雨 就得面对损失风险 随经验累积智慧 即便环境难测 依然能安心应电 圆满收成 富达基金 汇聚全球近千位 投资分析师的宝贵经验 以智慧为您收成 智慧来自经验 Fidelity 富达基金 富达基金 欢迎回到一场年代 刚才我们跟朱宗庆打击乐团 包含朱老师 还有佩琴老师 我们一起聊印度的音乐文化 那么现在我们要透过 不一样的角度 包含从设计 从家室 还有从建筑等等的角度 工艺之美 来欣赏印度的文化 像是我们旁边看到的 这个镜子 它的形质上就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精致特别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很细节的地方 就是有镶嵌工艺在里头 事实上这个东西 也可以放大到 它其他各个层面去 对不对 我们这次非常 靠心里有机会 到太极把里去 去做的这个世界 七大七集里面 那么镶嵌在这块里面 也是蛮重要的 当我们到太极把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让我们很多人感动 它从进去的雄伟 到里面看下去 各地方的细节细腻 彼此的对称 就让我们想到 它建造过程里面的 这种爱情 争扎 仇恨 这种就会隔在一起里面 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世界器官 这样一个景观 我觉得感受很多 也非常多感动 对 真是难怪他们会花了22年来 叫这一个太极马哈林 它整个你走进去以后 它里面的那个细部的地方 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它整个那么大的里面 它里面全部都是这么细致的东西 对 而且他们特别用白色的大理石 来代表这个太极马哈林 因为它就是代表它对皇后的 一个忠贞的爱情 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 对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号称是爱的泪珠的太极马哈林 对许多人而言 太极马哈林是对印度的第一印象 而这印象是凄美浪漫的 说林木浪漫源自于背后的故事 蒙沃尔王朝的第五代皇帝沙迦汉 为南禅早逝的妻子 立下建造最美林木誓约 主体建筑全以大理石作为食材 包括林木前方床廊水池 整座全白建筑在清晨 夕阳 月光下 随着光照明暗闪耀出不同面容 我们来到这世界七大遗产之一的太极马哈林 不过在进入太极马哈林主体建筑之前 我们先会看到这个清真寺 这个清真寺上头有11个白色的圆顶 而这11个白色圆顶就是象征太极马哈林 当年是耗时年完工的 而这两座清真寺也是为求整座林木建筑的比例加盖 两侧两座清真寺以及回廊是以红砂岩打造 而太极马哈林整体设计都呈现几何对称 尤其以寺这个数字作为建筑蓝图 纪念他的老婆之外就是 也是彰显的伊斯利亚宗教的一些意向 然后这个四十字当然他就是说 也有人说称之为 整个建筑就是一个上帝的宝座 上帝的王座的意思 前面的庭圆就是四层四层 就分成四层四层的 这个切成四块 那这个花园就代表就是人间天堂 也就是天堂的意思 圆顶以及四周的教拜塔 是伊斯兰兰建筑特色 而内部花卉浮雕 上色的部分最初都以宝石来装饰 据说当初动用两万名工匠 以及一千头大象 从西藏运来绿松石 中国运来玉和水晶 而阿富汗则运来青金石 总共有二十八种宝石 以及半宝石 相迁入着白色大理石 里头镇中放置的是 沙家汉和妻子的衣冠种 四周围栏都是繁复镂空花窗 论珍贵材质 论精湛工艺 从三百多年前到现在 都是难以超越的建筑奇迹 而来到太吉马哈林的游客 还有张著名的拍照地点 叫戴飞椅 1992年戴飞震 和朝尔斯王子闹婚变 他造访这个丈夫纪念爱奇的 伟大陵墓更有所感 留下这张孤独倩影 闻名全球 也让太吉马哈林的 戏美传说在天一桩 当初沙家汉耗费 将近四分之一世纪 打造太吉马哈林 原来是